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读经的经段 是在创世纪的第18章1到15节 18章我会分两天来把它读 我们先去祷告 就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聆听阅读你的话语 主约你圣灵亲自帮助我们能够看见 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身上祈求祷告奉旧宣明求 阿们 好 很有意思是在今天经文1到8节 提到亚伯拉罕来接待上帝和天使 好 然后9到15节就记载了 神应许萨拉要生子 好 我们看9到15节的经文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他说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们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 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 萨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为什么暗笑说 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就害怕不承认 说我没有笑 那我会说 不然你实在笑了 好很有意思是 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前经提要就省略 经过这么多年 这个时候 神的神者出现 然后直接对亚伯拉罕来说话 好 也很奇怪的是 我们想想看 为什么他每次要问萨拉在哪 然后 或许 他们在想说 那我直接来跟你们说吧 但是这时候萨拉就没有刚好在 神的使者跟亚伯拉罕的旁边 其实他在后边 但是当这三会中的一位说出来 这个预言 即将发生的事 明年这时候 他要生一个儿子 或许 因为我们可能一样 有上过儿童族学生 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想说 这个萨拉怎么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回到现实面一点 想想看 亚伯拉罕99岁 萨拉有年轻吗 没有啊 所以 真的还能生小孩吗 在我们人脑子理解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后后面也记载 对 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 但是很自然 人怀孕生子的过程 应该要的状态 好像已经没机会了 不是啦 应该不能说好像没机会 在人的理解上 就是没有机会 所以萨拉就想说 我也衰败 我处于老外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其实这就是人 人很自然的状况 但是 更有意思是 第十四节 耶和华其有难成的事吗 耶和华其有难成的事吗 上帝已经应许 他说要成就 真的会成就 如果我们不是知道 这个故事发展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很自然 会站在萨拉这边 对啊 我的疑问是很正常的 这件事情 没机会发生了 但是耶和华其有难成的事吗 或许 就是因为在这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人才发现我真的不能靠自己做什么 只有上帝才能成就这事啊 所以耶和华其有难成的事吗 这也是给我们很大提醒耶 的确在人看太多时候很多事情 不可能没机会了 到他们真的觉得完全不可能的时候 这时候又来提醒他们 对神已经应许了 这事要成就了 就在明年这个时候 但是当这样对话完了 萨拉就害怕 也不承认说我没有笑 他心里暗笑 心里暗笑怎么被发现啊 但是神还真的检查人心 知道我们人就是有这样软弱 也发现他心里想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 做了什么就承认吧 也没有关系 神因为我们就是 单纯的来到他面前 全然信靠他啊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 可以好好来想这样的功课 我们是不是 能够全然相信神啊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见 主你在我们 看似人的镜头的时候 却指明一条路 主你要实现你的 所给的应许 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紧紧来抓住你的应许 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向你向上祈求 祷告高峰值的睡眠去哦 阿们